在玩啤酒游戏中 各位同学不晓得会不会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应该向上游供应商下多少订单呢 这里告诉你订单要下多少 你必须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顾客的需求 所谓顾客就是下游客户的需求量 例如你是工厂的角色 那么顾客的需求就是配销商所跟你下的订单 那如果你是零售商 那么顾客的需求就是市场上消费者 向你购买啤酒的数量 二 为达交的订单 就是在游戏中 你跟上游手下的订单 因为上游缺货没有办法交货给你的订单 叫做为达交订单 例如你是大盘商的角色 那么你的上游就是配销商 你跟配销商下的订单假设是10桶啤酒 但配销商只有4桶存货 因此他只能交货4桶给你 那你就有6桶为达交的订单 三 在图中的啤酒量 这一点是学员最容易复裂的一点 那就是前置时间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跟上游下订单 需要一些时间让上游来处理这个订单 同样的上游交货给我们 也需要一些时间来配送这些产品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各位的在图啤酒量 第四点 库存量 就是各位的安全库存的政策 那现在你是不是应该练习计算一下 贵公司需要多少产品 来应付未来的需求 フレッド